一開始可以見到電單車和貨櫃車並排停在路口讓線 之後貨櫃車左轉時,電單車仍然停在原位 結果貨櫃車車身就撞跌了電單車 鐵騎士被撞到人養馬翻 而貨櫃車亦即時殺停 否則很可能將電單車捲入車底 在另一個角度看,鐵騎士被撞跌在馬路上 頭盔都掉了,電單車就被卡在貨櫃車下 事件發生在星期二早上7時多 在火炭、瑞和路和山尾街交界 電單車司機腳步受輕傷,警方接報到場調查